在电话中直接歧视非洲国家 说出这些话的人 居然后来还成为美国总统 这名男子就是美国第40任总统雷根 美国国家档案馆在最近公布这一段对话 尽管当时雷根还不是总统 但对话内容已经引起广大讨论 这段对话是因为1971年联合国大会上 投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会集 部分非洲国家和反共的美国立场相反 还开心雀跃的鼓掌造好 因此引来当时还是加州州长的雷根不悦 雷根从政之后坚定反共 还在尼克森仿中之际奉命造访台湾 表达台美关系稳固 只不过这番急需言论 让还算受人尊崇的美国前总统 被死后算账 三十新闻 中央报道